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今天和大家繼續分享 分享一個不買的盤 這是什麼事呢? 其實是一個我自己幫客人買的屋子 也是我很喜歡的屋子 所以特別想和大家分享 為什麼喜歡它呢?有幾個原因 第一就是它的配色 我本身很喜歡這些顏色的地板 加上室內設計都是白色為主 簡約、簡潔、不歐風 另外就是它的客飯廳空間、廚房空間都很大 因為整個單位的話 實量面積是1320多呎 三房兩次 所以所有東西都很大 現在我們Vancouver很少 再有新樓可以起到這麼大 另外就是它的景觀 我朋友也知道 其實我吃東西買菜就很喜歡去Richmond 但買樓我是特別喜歡買Burnaby 尤其是Matchel Town或Burnwood 我就覺得這邊更接近香港 始終我們香港這邊來不是離開了很久 多高樓 然後比起香港的話 又會有更多的景觀 比較開放 即少一些騙手樓 儘管我們這個都是City Center 附近有很多建築 但起碼會有一個比較開放的景觀 即是住在這裡會深礦神移 還有很大的露台 這個露台的面積本是300多呎 即是足夠在這裡放張長餐桌 一班人回來開派對 我們看看景觀 我們在Matchel Town的市中心 我們從這邊開始看 單位看過去的話 那裡其實是東邊 而很遠開始已經有雪山可以看 因為這個單位是西北 我們可以看到東邊 那裡最遠其實是Low Heat Berkwitlin 如果大家看到兩個天秤 其實就是Low Heat站旁邊 所以要進入Low Heat的幾棟樓 這個範圍來到這裡就是正北 我們就會看到Brandwood Amazing Brrandwood那裡剛剛遮蓋了 我們現在看到這幾棟 兩棟高一點的建築 就是Concord Brrandwood的Hillside West 另外還有天秤就是Hillside East 那邊是Brandwood的社區 然後一路再過來 向西邊望 就會多些Matchel Town的景觀 譬如說這些都是樓 下面旁邊這個是Brandsha的文娛康樂中心 就不會再起樓了 大家想去打球 然後去游泳那些都可以進去 那裡這一堆平房 就已經是整個Matchel Town 就很大範圍的 將來Concord Metro Town 就會站在Cunk Kingsway 藍色頂那個附近 然後一路看過去 就看到一點西溫不溫 看到海 那邊那堆高樓就是Station Square 然後一路過來向南 看一點Station 那個叫Sky Train的軌道下面 然後Sky Train站 就是那裡有蓋的位置 我們走過去 就大約是10至15分鐘左右的距離 所以是市中心之餘 就不算太繁雜 即是下樓很多人走來走去的感覺 但買東西和配套都方便 一路看過去 這個路台也有一點點圓圈 到房間都可以見到這個路台 這邊路台去到最盡 這邊看進去其實是廚房地區 你走到路台 突出來就直接看到南邊的景觀 南邊這邊已經過了Fraser River 所以都是田園多 那裡就是Richmond 一路過去 再過去就是Delta 就是我家那邊 那邊大家看到EA幾棟高樓 其實那裡已經是溫哥華西區 就是Marine Gateway那幾棟樓 後一點就是Cambie Garden 最後就是Oak Ridge 一路上去直上就是Downtown 所以我們雖然說在Match on Town 但都看了半個大溫 那裡很舒服 看出去的景觀 好 冷冷地回去看看室內 因為這個設計很開放 而且單位很闊 其實全層只有四個單位 我們屬於高層 Executive Level 四層 其中一層 十間房子 我們剛剛在這裡出 其實除了這個玻璃門之外 這裡也有玻璃門可以出入 所以方便大家在想室內設計的時候 無論你想在我這個位置做飯廳 上面有吊燈位也可以 如果你想把飯廳移來這個位置 吊燈位也可以 所以就很Flexible 就是完全可以說 那裡客廳有飯廳 或者有小朋友空間 廚房空間也很大 這個位置就開放 有窗 還有可以開的窗 一個很大的L形的桌面空間 可以放很多東西 也可以坐三個兩個人 然後這邊開始 上面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那這一層就不賣了 所以不跟大家開這麼多廚櫃空間 來看看一兩個 在這個 對 它櫃底有燈 也有 噢 我好像已經檢查了 reset 好 它也是很貼心 其實Polaris的發展商 在溫哥華這邊也是頂尖發展商 它當初四五年前 去開放這個建築 其實已經想好了 是裝了USB 對於現在有很多樓盤 其實都沒有 而我們已經進化到 快要是Type-C 這個L形的下面 很多都是儲物空間 電器的package 抽油煙機 36吋爐頭也是Wolf 那是Gas爐頭 Gas就包在管理費內 建築也有冷暖氣 也包在管理費內 這個Pantry wall的話 就微波爐 加Wolf的焗爐 然後旁邊雪櫃是Subzero 36吋 特別大的 這也是我們這隻職先有 和上面的Executive Level 先有的 下面的兩房 或者一些細三房單位 就未必有的 好 這裡還有一個Pantry 所以這個單位的話 其實儲物空間就很充足 這邊有窗 還有可以開來通風的窗 大家炒菜 怕油煙大的話 就可以開過窗來通風 和大家分享這層樓 很開心的原因也是 當初記得去幫屋主 去買這間屋的時候 我們也過了一個很長的買屋過程 看了不同的樓盤 又看樓花又看現樓 最後就鎖定了這個 除了是位置和發展商之外 都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都很開心當初可以買到 因為我們買的時候 可能是說去年的事 現在的樓價都升了很多 以去年的價錢 如果要買一個1300呎 高層的三房單位 可能至少會給去年 十幾二十萬 還有最特別就是 我們當初是為了這個單位 都和發展商拉鋸了很久 拿多些優惠 還有盡量去拿到一個 相對的車位 又靠近鎖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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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自成一角的 就不是和別人合在一起的 爭取了很多東西 現在終於收了樓了 趁屋主還未來之前 就拍了一段影片給大家分享 他也很開心可以分享給大家 其實現在的樓市都挺刺熱的 這個建築本身自己已經交了樓 所以發展商手上應該沒有多少個單位 但是如果大家有興趣住這棟樓的話 在Polaris 其實在市場是有不少Listing的 一房、兩房、三房都有的 但是和這個一模一樣的職 我好像暫時未見到有人放售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 我可以幫你找一找你 同樣地 如果大家是住在Polaris這棟建築的人 你是想買的 或者是其他 你都可以歡迎你找我 因為我們都很自力地幫屋主去買樓 舉個例子 之前我們有拍過一兩條影片 分享我們的Listing 在Richmond 730 & Bridgeway 601個單位 我們就剛剛的weekend multiple offer 當初掛牌價是掛得比較低的 之前一條賣樓片的時候 也和大家分享過 當我們做Listing Agent的時候 我們的責任就是 盡量幫Listing Agent 把那層樓可以買一個好一點的價值 所以當初選了一個比較低開的策略 吸引了很多人來看Open House 差不多每天都有三、四十組人來看 看了個weekend 然後multiple offer賣出去 就收了十多個offer 最後就六十八萬零八百元賣出去 都真的高過asking多少 所以大家有時候 當你看回網上 他說這間房子掛牌多少錢 有些說699 有些什麼799 那真的說真的 其實掛牌價和最低的成交價 真的可以很不同 因為有些經紀的策略是高開 就讓你去講價 有些經紀或者有些房子的策略 就是低開 方便大家去看樓 然後就是Lobby 一個星期就賣了 所以大家的節奏 那方面的掌握就要好一點了 同樣你有興趣賣樓的朋友 歡迎你找我 我盡量會幫你 把房子給你一些建議 收拾得好一點 做一個CMA 就是讓大家了解一下 這間房子應該怎麼賣 賣到多少錢 最後就是如果這間房子的情況是合理 或者是很理想的話 都很希望可以拍到條件給大家分享一下 讓多些人了解你的房子 或者有興趣就可以過來看看 好 那我們現在就看看裡面的其他位 剛剛我們去看了客飯廳空間 其實門口位就是這裡進來的 門口位是比較寬敞的 這個圓關位就不會太壁 因為門口進來已經有個大衣� 可以放鞋子和外套 然後這間房子就是單位的洗衣機 乾衣機是Bloomberg這個牌子 上面也裝好一些架 可以放一些清潔用品 可以掛兩件衣服 然後這位置對著就是客飯廳 然後這就是第三間睡房 這個睡房是相對小小小 最小的房間 但也是足夠放到 Queen size床 風景的方向向西邊 有可以開的窗 這些是大玻璃 這些全都是雙層玻璃 所以Skytrain走過 其實關了窗 室內的聲音都不太能聽到 這間房間和第二層床 都會去分享客廳 洗手間的話 這個比較簡單 有HAND HAT SHOWER 可以拿下來調校高度 我們去看看 這邊是儲物空間 這間房間有很多儲物空間 又是做好櫃 然後就是第二層床 第二層床大一點 這個衣櫃寬深一點 方向向西 如果大家躺在這個位置 其實向西之餘 已經可以看到一些北邊的山景 丹坦那邊的景觀 就是Metro Town 最後我們去看看主人房 哎呀 我們去看主人房 主人房的話 進來這邊的山門 就是自己主人房的空間 我們去看看洗手間 主人房的洗手間 是四層床 兩個洗手盆 下面都有櫃桶 櫃桶也做了彎形的位置 就了洗手盆 但也可以放東西 我還記得上次拍Polaris 那條樓盤 我都有拿出來 整個可以拿出來 方便大家化妝 下面還有一格櫃桶 上面這個 Medicine Cabinet 放在旁邊 有燈條 大家可以留意到嗎 洗手間 我為什麼喜歡這個發展商 是它做的東西都不錯 而且很貼心 四面牆壁 即使是不觸碰水的牆壁 都是全部鋪磚 大溫哥說 這邊不是每個發展商 每個樓盤都做到的 地下的地磚就兩呎成兩呎 地下的地磚和洗手間 這部牆 是有些不同的設計 有些對比 這裡有一個深的Nage 放東西 沒有那麼容易跌出來 或者滑出來 然後這裡有一個Ring Hat 加一個可以調校高度 拿來的花灑頭 地下就不是纖維仔座 是鋪磚的 所以做工的方面都會貴一點 而且還有一件事 是有New Heat的 是可以調校地暖 主人房、洗手間 可以調校地暖 這也是現在的房間 越來越少的東西 因為造價貴了 主人房有兩個衣櫃 一個在這邊 另一個在這裡 男女主人可以分開 然後這邊就足夠放到King Size床 闊度也比較闊 而且床頭位也做了燈制開關 以及有USB插頭 預理這個位置可以放到床頭櫃 最後我們看看風景 跟剛才的2個後座是一樣的 主要向西偏 在北邊可以看到兩個方向的風景 這個窗可以開 再加上這個凹位 大家可以做電視櫃 可以做梳妝台 可以做細書台 也可以做梳妝台 各位分享完了 阿姨 請下支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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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如果要繼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